嗆嗆三人行 咱们跟李爱聊 叫什么 一朝忽决惊梦醒 半世浮沉与打平 我们一下说了两天 觉得说的真是意犹未尽 主要是你意犹未尽 你好高兴 他是看那个东西看到身丽其境 要依着我的意思 这个事情真是可以谈很久 对吧 但我们节目监制说够了 够了 那就不聊了 实际真的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文本 看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嘲笑 当事人的心情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碰到的 可能比人家更狼狈 我觉得真是人性 而且就是说 这个算了 不让说 不说了 咱们说说这个 我可以怀一下旧 我跟你说 我最近想有一个怀旧 就是什么呢 HMV 你知道吗 李爱 我当然知道 像你们这个90后的 是不是不太了解了 其实我在我娘胎的时候 我真不能装90后 但是我确实以前还真的挺爱去HMV 看碟的 因为那时候去那个地方看碟 买唱片或什么样 是一件特别有品的事情 有文化 因为再小的时候都是买那种卡带 完了年龄完全被暴露 对 卡带 从那个时候玩起来 对 而且还是那种 就是街边小店录音的那种 什么香港十大金曲 什么 都是那种 但是你当你真的能去HMV买碟的时候 那给证明两件事 第一 你有欣赏水平 第二 你有钱 因为没钱真没法在那买 一百多块钱 正版CD 一百多块钱 两百多块钱 是啊 这是你看他有这个记忆 而且还得去香港 刚开始的时候 反正就是 后来大陆有 HMV 但一开始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你还得去香港 我估计香港的店还能开一阵 是吧 现在还在 但是他这个英国的总部 破产了 破产 1921年开始的第一家HMV 而且创办他的还是大作曲家 Elga 那是英国最引以自豪的大音乐家 现在要申请破产 他们说 去年2011年两件大事 宣布一个音乐时代的终结 一个是HMV申请破产 还有一个是EMI EMI被索尼和谁 忘了 瓜分掉了 就是说反映了这种传统唱片 甚至包括整个音乐的生态 整个产业 是个标志吧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反正我身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说 如果出唱片 你就别想挣钱 他只是打广告 没错 就以前音乐人 歌手什么 都是可以靠唱片来挣钱 那就像写书的人一样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就是个广告 靠什么挣钱呢 靠演出 是 你看啊 像我们是很确定的 有个很确定 什么叫音乐 那就是我刚到香港 当时在尖沙嘴 后来 那家24小时店 四层楼吧 HMV 我在那度过了多少时间 刚来香港 咱也不认识人 没事就在HMV 其实我跟你说 我本来就是个操人 就是我不会听音乐的 这个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 哲名主持李静的老公 黄小冒 早年是凤凰卫视的音乐总监 我们俩两个男的住一套房子 住一块 那个时候 他是因为搞音乐的 所以他领着我 他带我去逛 我觉得真是打开一个世界 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对HMV有感情 这可能平常不逛的人 你不能理解 因为你到时候 我过去在内地的时候 我以为世界上的音乐 就是流行歌曲 要不就是摇滚乐 要不就是古典音乐 我就只知道这几种了 可是到了HMV 我才知道 像海洋一样 没错 音乐的种类 太多太多了 什么那个时候 我们流行什么World Music 就是这个 什么还是什么 世界各地的 跳舞音乐 电子音乐 这个种种种种的 这个种类太多了 世界音乐什么的 他那一个贵一个贵 而且那个时候 大陆还没有 现在大陆可能也有这种服务了 因为可以试听 有有有 为什么站在那 一站一下午 腿都站麻了 就是在听 你可以听那么多张唱片 最后选择 当然是贵 我那个时候 哎呀 多少工资啊 你想一百多块钱 两百多块钱 正版CD 就花着HMV了 而且HMV还有个 对我来讲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小时候听音乐的时候 没有像大陆这么方便 这么多打口袋打口碟 那时候最小开始听是在台湾 也是听卡带 后来听黑胶唱片 但是那都也是正版 那也有些非正版的 但非正版其实不好找 反而在港台 那么在香港那个年代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传说中 有个什么什么音乐 听说有什么什么 很厉害 你要去找 就跟现 我现代年轻很难体会 那种心情 你要想像我小时候 我们说某本书很厉害 你要找掏书啊 那是多困难的事 一本书完全找不到 你现在上网就有 那个时候不是 你真的可能要突然说 哎他去伦敦 你去伦敦的时候 能不能帮我烧一本回来 唱片也是这样 哎他要去纽约 纽约哪家哪家 我查过了 那家唱片行 给你个弟子 你去那给我找 那看有没有 得那么样子 来弄一张唱片 回来听 然后听的时候 就争而众之 而且过去黑胶唱片 一个大套 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认定 黑胶唱片才弹得上 有设计可言 CD不一样 对够大 然后底下拿出来 拔掉胶套 很慎重的放上去 唱针放上去 开始看他转 一会儿就在那边听 尤其是摇滚乐 你觉得要 那个唱片必须 你看着他转 那才叫摇滚乐 然后大家就那么听 那么到了后来呢 HMV的出现 是改变了所有东西 因为是已经CD时代 CD时代 当然我们早就 也就开始听CD了 但是HMV最大的一个好处 对我们当年来讲 就忽然间 你要找的东西都出现了 或者说你过去 你没想到自己 要找的东西 它也出现了 没错 而且那里面的店员 我特别要提起 香港那些店员很牛 很专业 东西行家 很专业 太专业了 那发型一个个 都跟歌星似的 穿那裤子 都是裤裆垂头脚跟的 这么哗 过来 你要什么音乐 你只要一说 有时候我都说不清 我说我要什么什么 哗哗哗哗 就给你找出来 就什么都给你找着 而且还给你介绍 感觉音乐发烧友 这是个聚会 但对我的感觉 就是网络的出现 就有点像可能当年HMV出现 对于文道老师的这种感觉一样 因为你一下子 你有一种权威被打破的状态 比如说原来 你要占据这个叫做什么 HMV 类似于像这样子的唱片行 我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对 你要用 你要占据这样的唱片行的 这个显著位置的柜台 你是需要有 比如说大唱片公司 高额的包装费用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才能占据那样 你才能够进入到顾客的眼睛里头 你才能进入到他们的list里头 否则的话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有你这个音乐在 但现在网络的出现就不是这样了 就是我只要搜索一些关键词 你就可能就出来了 你就跳出来了 你就能进入到顾客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我们购买单里头 所以现在它等于是一个权威的打破 我已经传统的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 更广阔的一个选择范围 可是另一样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方便了 方便的 方便的我都崩溃了 就是太方便了 你比如说 太多了 现在有一个唱片公司的总经理 已经开始恨恨不已 说HMV要停止了 我觉得真正应该停止的应该是互联网 他就觉得是互联 他这个观点 他认为互联网毁了音乐 他就说现在你做音乐 完全要靠叫病毒式的传销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音乐贬值了 就说现在大家听什么音乐 他提出一个词 要不说大家可能有人骂他精英了 他说现在靠着互联网传播音乐 就是屌丝审美 他说比如说我们过去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市场喜欢什么音乐 我们就知道 他那些在网上能够传播的 能够流传的 我倒是觉得反而不是 因为反而是让音乐的种类更细分化了 就是你比如说那种 那种有一些歌 他所谓说的那种屌丝审美的那种歌 真正的比如说精英层类的人 他该不听他还是不听的 他不会说因为他很红 他就会去听 或者是因为他很红 就会受到邀请 不见得的 但是他做音乐 他收不回钱来了 他可能就得换一种收钱的模式了 我觉得 就可能原来的模式变化了 其实以前我们谈过好几次 讲音乐产业的未来 但我比较有兴趣 从一个音乐爱好者 我就当一个听众 我不管你们音乐怎么做出来 你们还这么知道 观众听众的角度讲 我觉得这几年变化也很大 因为以前就像你讲 以前真的是有个垄断的 就以前你想想看 那个所谓的音乐品位 今天讲的说你音乐品位高 是因为你懂行 你说出那行话 那个年代不是这样 那个年代是 甚至是某间唱片行 只有他才有这些唱片 他就是权威 或者是朋友圈子里面 谁有这个 他就是权威 今天你说谁有 谁都有对不对 但那个年代不一样 然后那个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 你很辛苦的千辛万苦 才弄到一张碟 然后你听的时候 你会反复听 一首歌一首曲子 你会真的很仔细研究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听 比如说我们听古典音乐 一帮人 以前听说某一个大师的唱片 来了之后 我们是拿谱对着听的 他这边这样 他这边这样 然后再拿另外几张来对着 很仔细的听 但是当现在我发现 比如说我现在 也用iTunes买音乐 我网上买音乐 你指头一按就下来了 那你发现你电脑 储存的几万首歌 没错 你听都没听过 在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他们说呀 这个iTunes和那个什么iPad 就是说乔布斯毁了音乐 但是实际上乔布斯是特别爱音乐的 他的偶像就是那个谁呀 Bob Dylan Bob Dylan Beatles这些 我是觉得 你看最近几天 他们在给我弄 我觉得现在苹果 你注意到没有 有点走下坡路 iPhone5 要折价发售 有人说了说iPhone5 就是并没有更好 而且股价都在下跌 我从我自己的一个应用细节上 我觉得他们背离了乔帮主的路线 我还没有买到iPhone5 你说说什么样的感觉 我现在还在用的是iPhone4 什么样的感觉 4S都没用 我跟你说一个 他们发给我的一个段子 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说有些人去上厕所 上大号的 这个手机iPhone5没出放 于是就用牙咬着 结果呢 这个壳都裂了 说这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那个上半身和下半身 分开用力很不容易 不是他们就说 就一坐就弯了 屁股所谓一坐就弯了 但是这是小问题 主要是说 我觉得乔布斯 他当年不是说受东方哲学影响 禅宗 我认为乔布斯的思想 有个很宝贵的东西 就是咱们东方人说的 叫大道治简 治简就是最简单 他追求简单 甚至你看像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iPhone 或者什么的都非常简单 就他一个这个东西 你就用吧 是吧 一按就肯定有 对吧 直觉的一按哪就是哪 对吧 但是呢 你看这几天 他们在iTunes给我找这个音乐 我就发现了 我都已经都是苹果家族了 我的老的苹果电脑 突然就抱着你这iTunes要升级 升级了 你才能够把这些音乐存进去 好 然后我升级了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iPhone5吧 说你这个老电脑已经不能容纳一个最新版本的iTunes了 所以呢 我好不容易把音乐先导到iTunes里 当我想再导到我的iPhone5里的时候呢 他又说了 说你这个这个iPhone5是更高的版本了 你叫带高 其实他是升级升的快 尤其是iTunes他是几乎每天都有些 隔一阵就有些小改动 隔一阵就有些小改动 但这个我觉得没那么难吧 哎呀 我觉得 是吗 很困难吗 我觉得我也是这么用的 就我觉得 我觉得他为什么 就让他升级 所以我现在有点烦这个 为什么老要升级换代 所以这个才是问题 这个就不只是苹果的问题 是整个电脑 整个IT产业 电子产业的这样 这种不断的升级 就因为这个时代 已经变得这种消费产品了 就他的代换速度太快 就等于你为什么一定要买iPhone5呢 你不能够就用iPhone3吗 反正我现在还是4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大家 这种追逐新的东西 这种越来越把它当成一种 像可以换季一样的消费品 才会把它这么推上去 可能我比较了解 比如说时尚产业的部分 就是服装部分的 现在已经是在做 明年的这个秋冬的东西 就是这个引领潮流这块 要很快很早 其实现在我们还在穿 这一年的秋冬 但是发布会已经在做 明年秋冬的东西了 就是得特别 你感觉好像说 我一定要站在更前缘 我才能把别人抛在后面 大家都要往前站 往前站 再往前站 就变成了一直要更新 一直要更新 但是你发现没有 所有的就是大师羡慕的时候 他穿的衣服 反而都是非常的简单 黑白或者是就是牛仔裤 T恤衫 他设计出一大堆 很复杂的服装之后 他自己羡慕出来 就穿一匡威的小白鞋 然后一黑色的裤子 一白色的衬衫 设计师建筑师 他们的标准服装 就黑色跟白色 对 简单永恒 是吧 但是我就觉得 咱们现在就是这种 这种更新换代 这种更新 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的 还是让生活搞得更烦了 因为我就觉得 你比如说按说电脑 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 包括互联网 可是实际上 它给你造成的麻烦也一样多 动不动 你就得弄个软件 这跟那不匹配 那跟那不匹配 什么升级 有时候折腾一晚上 宝贵的时间 捐浪费在这个里头 我觉得我能不能 我是这么想这件事的 你比如说 像以前唱片界 就那几个唱片公司的时候 其实它是减少了 你思考的时间的 因为它决定了品位 就现在流行什么 现在的品位应该是什么 因为就那几家 他们联合 只要他们稍微联手一下 推出的音乐 比如说这段时间 全是这样了 那就证明这段时间就流行 你都不用想 但是问题 现在选择更多的情况下 你就得费脑子想 就包括说 你电脑有这么多的音乐 可以选择 唱片业 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 只有几家唱片公司了 你就得费时间去想 我到底要跟从谁 哪一种音乐 我喜欢哪一种 我到底要选择 哪一种服饰 出门 今天的风格 到底要是什么 这算是麻烦吗 一定算是一种 多一种麻烦 像那个电影叫海上钢琴师 那个钢琴师不是不肯下船吗 一辈子不下船 一辈子不下这个轮船 不肯到纽约 他就说钢琴只有88个琴键 我能弹奏出美好的音乐 但是如果这琴键多的是无数呢 那还有音乐吗 就没谱了 没谱了 不过我想说回这个 你刚刚讲的这种升级跟音乐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也有一个情况 人类的很多的技术 这个发展 是有一些东西是到相当成熟的时候 它就很稳定 然后很久都不变 有些东西它是因为不成熟 所以它才常变 我觉得我们用来记载文字资讯的这个载体 过去很长时间是非常稳定 像书 我们今天说大家都在网上看 但我们想过书是人类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技术产品 就书这种折业这种东西 在人类上已经有几百年 没错 而且写在纸上 这个东西已经有2000年没变过 很少人类一种技术是2000年没变过的东西 这是一个 但声音的保存技术在人类历史上 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所以它还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变动很快 而且我已经幻想到了 就是说这个人将来会奔着成仙的方向发展 就越来越无形无色 越来越清零 你知道这几天我学一个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iPhone 你知道吗 这里边有你这辈子 所有你爱听的唱片音乐 他们全给我考进去了 我自己不会弄 全考进去 然后你知道吗 就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音响 一个盒 无限的 你过去你在每个房间里 你都要放个小音响 对吧 现在你就把那盒方方正正的往这一放 只要这个蓝牙一通 在手机里放 这就放 你出去旅游 你知道吗 随便往哪一放 朋友们喝着酒 拿一手机放这 多少几万张的 几万首歌 在里边循环播放 循环播放 这个越来越小 越来越什么都没有 但是声音影像在你耳边环绕 但恐怕就没有以前那种珍惜的感觉 那种珍贵的状态了 以及那种仪式感 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黑胶唱片的爱好者 反而到处被受邀上节目 就是因为以前的那种 就是他们就会拿来 就说第一就像说 封面的那种设计的东西 没有了 是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在电脑里头 你就不会再有黑胶唱片 那种大唱片的那种设计 就是然后再加上那种仪式 拿唱片出来往上放 就像你一旦有仪式之后 你就会觉得东西都高贵 而且因为黑胶 我到现在 我也最近也在想重新听回黑胶 有些就是因为我发现黑胶 很多人说有温暖的感觉 其实那是因为它粗糙 它取样不够精 所以它会有出燥的感觉 所以它声音会温暖一点 它好玩在哪 那天我看一个爵士乐的 早期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那个时候 录音的唱片 那个声音听的多么的亲切 为什么说多么亲切 他说我们那时候去录音 阿姆斯特朗要站到门口 因为他如果站在旁边 他这个小号 他这个乐器 声音就把其他盖住了 所以 他的时候没有所谓的桥 没有谁的声音高低 就是说你离远点 落来听一听 有没有喧宾夺主 再离远点 最后他都到门口去了 你知道吗 一个乐队就这样录下一张唱片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真亲切 而且反而我觉得更有高保真的效果 我恍若身临其境 我好像回到了他们录音的那个车间 还有点嘈杂 但是你怎么觉得更加的回到现场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心都在追寻的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多季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我觉得这个时代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选择很多 数量很大 但真的那些东西会贬值的 比如说不只是音乐 比如说你不可能再那么认真的听同一首歌 就连友情都贬值 如果现代人玩惯了Facebook 同学网 微信 微信这些 你就会发现 什么叫友情贬值呢 我现在发现很多交友的方法 就在社交媒体上交友 他说我跟你绝交了 就回想小时候 你什么叫绝交那个概念 是多慎重的一件事 现在绝交就是按个钮就绝交了 拉黑了 对就拉黑了 再按个钮 又是好朋友了 所以这整个友谊的观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真正的好朋友没有在网上的 不太可能 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现在时间浪费的感觉越来越严重 相反恰恰是因为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现在在屋里 手机苹果什么 一会微信响了 一会信息响了 一会电脑这出来一个 一会那出来一个 一会电话又来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一天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不停的要处理处理 我为什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因为可能是我的性格的原因 年轻 你年轻 你就是比我们年轻 不是 我是觉得比如说像原来联系 就朋友之间的联系 不是说坐在对面 如果没有到真的很熟 从小一起长大 那种很熟的关系的话 很容易就会有时候有尴尬的空白 就比如说聊天的时候 突然间 哎呀 我还不知道该往什么东西聊呢 还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下 打电话也会有这种问题 但比如微信的出现 短信的出现的时候 就会规避这种 不怕冷场 不怕冷场 你慢慢等你熟悉之后 你不确定说 这个人可以是我的朋友 原来是受空间的限制 我挑选朋友的这个办法 就是只能是 要不从小一起长大 要不就生活在身边 但现在不是了 搞不好我真的能挑选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但是太多了之后 你发现了 你没法关注在一个人身上 这也是注意力的 注意力 对